肺栓色是一种严重的医疗状况 发生时血栓从体循环中的某个部位脱落 并通过肺动脉进入肺部 阻塞了肺动脉或其分支 这种情况可以由多种类型的栓子引起 包括血栓、脂肪、羊水、空气、肿瘤等 产生肺栓色的原因主要与深静脉血栓形成有关 这通常是由于内皮细胞损伤 血流瘀质及高凝状态所致 此外,长时间的久坐不动 如经济舱旅行者常见的情况 也会增加肺栓色的风险 因为这会导致下肢静脉淤血 从而容易形成血栓 肺栓色的症状可能包括突然的呼吸困难 胸痛、咳嗽、可能带血、晕厥、面色苍白、出冷汗等 在更严重的情况下 患者可能出现类似促重的症状 如四肢无力、不稳、眩晕等 预防肺栓色的措施包括识别和管理危险因素 如进行适当的体力活动以促进血液循环 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自视 特别是在经济舱中旅行时 此外,穿着弹性袜子也被推荐作为一种预防措施 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改善下肢血液流动 从而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 在营养方面,合理的饮食习惯对于预防肺栓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建议避免高脂肪、高胆固醇和高盐的食物 而应多吃蔬菜、水果和全骨类食物 这些食物富含纤维 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血管功能 同时,补充富含B组维生素 维生素C和维生素E的食物 如新鲜蔬菜、水果和坚果 可以增强抗氧化能力和调节免疫系统 从而有助于预防肺栓色